晚安 歡迎加入新聞一現場 我是王韻竹 晚間最新帶你來關心疫情消息 指揮中心公布了 國內新增76,539例的本土病例 在今天死亡人數145人 又再創下新高 那麼在378例中的重症當中 包含有兩例的兒童個案 他們倆都沒有慢性病史 確診為腦炎 但目前的病況是已經改善 而國內呢 從18號開始 維持了單日確診8、9萬之間的高原期 隨著快山陽性及確診的分流心智上路影響 現在急診就診人次出現了下降趨勢 目前國內確診者有99%都是輕症或是無症狀 但三例主播張燕青也以過來人的經驗分享 他在確診之後包括了高燒、喉嚨痛、腹瀉、咳嗽等症狀 幾乎全出現 堪稱是吃了確診全餐 急診科的醫師白永嘉確診後 同樣也出現了所有症狀 讓他直呼這真的不是小感冒而已 那麼另外確診康復後的後遺症也是不容忽視 因為美國的CDC研究有20%的青壯年 都出現了常新冠的症狀 另外確診的還包括台北市長柯文哲 隔離之後在30號他就確定出關了 好 柯文哲不只在解割前 他透過了視訊來向大家報平安 更公開了自己的這間隔離房間 另外柯文哲也提到出關後會找時間 回新竹探望跌倒受傷的柯媽媽 至於台北市的學校何時要恢復實體上課 柯文哲也宣布時間點就在6月6號 現在國內確診解隔離的標準是7加7 隔離7天之後不需要做快篩就能解隔 不過不少人在隔離7天後還是會為了保險做一下快篩 很多人也很困惑因為有不少民眾超過了7天 甚至到了第13天還是驗出陽性 就怕體內還有病毒 不過醫師解釋絕大多都是測到了病毒的殘骸 如果沒有其他症狀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傳染力已經非常的低 指揮中心市井 接下來中南部的疫情將進入高峰 要力拼防疫工作 副總統賴清德在29號特地到台中視察 快篩陽確認得來素 賴清德不只大力感謝台中榮總 也對盧秀燕的市府團隊表達肯定 賴清德也強調對於台中的防疫相當有信心 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對抗疫情 依然郭彥均在臉書發言 很多孩子都走了 這篇貼文張貼跟友人的貼文引發了討論 不過內容本身被質疑跟事實有極大的差距 現在刑事局就發現 郭彥均25號的貼文 兩天內至少有25個內容農場系統性的轉發貼文 現在要來調查搜集相關資訊 不過他們強調並沒有要約談郭彥均 但國民黨立委卻直奔刑事局說要自首逼警方受理 這篇貼文引發了爭議有多個粉絲專頁轉貼同樣的文章 現在有業界的知情人士就來爆料這一個養兒大小式的粉磚 背後公司管理超過有200個粉磚 在2018年曾經因為接下選舉相關議題的案子賺了錢 寫稿前基础科技並未回應 不過對照過去內容農場的製程 背後金流還有操作認知作戰的目的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副會長沈不揚就警告了 內容農場是認知作戰的一環 會造成台灣內部分歧 台北市議員徐巧欣為停的爭議 爆出了一堆藍營明帶蝦挺的烏龍 原來是趙少康的小編粉絲專頁 引用了台北市交通系統資訊 那麼裡面停車地點沒有紅線 他們立刻制圖貼文爆料 徐巧欣沒有違規停車 也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 還有藍營明帶力挺讚蝦 不過真實狀況是這條巷道 是單行道全線紅線 另外還有行人的綠色通道 使台北市府沒有更新網路資訊 也讓藍營的爆料變成了烏龍爆料 張善正空將讓羅志強無緣披上國民黨的戰袍 角逐桃園市長 那麼北市議員有時會在節目上爆料 說有桃園市的議員支持羅志強脫黨參選 雖然他沒有回應 但基層的里長和議員坦言 羅志強不是桃園的在地人 如果沒有國民黨關懷 脫黨恐怕會讓支持者跑掉一半 如果他堅持要脫黨參選 還可能會瓜分掉藍營的選票 造成兩敗俱傷 國民黨佈局的年底選戰在六都中剩下 高雄還沒有決定讓基層非常焦慮 高雄市議會黨團力挺的前副市長李四川 最近就發文感嘆說一個人的格局是被委屈稱大的 讓人充滿了聯想空間 也因為朱立倫遲遲沒有拍板 現在高雄市黨部主委索性羅列了幾個人選 來給黨中央參考 來關注2022年台灣田徑公開賽 台灣新生代的跨欄好手彭明陽 在男子400公尺跨欄決賽摘下金牌 另外有台灣最速男稱號的田徑好手楊俊翰 則是在男子200公尺決賽上陣 跑出20秒93成績也拿下金牌 金控杯全國少棒賽冠軍戰 台中市隊5比0完封了新竹縣隊 睽違九年再度獨冠 並且取得了今年世界杯少棒賽的祖訓權 中職中信兄弟29號跟衛泉龍隊交手 但沒想到竟然出現了球迷鬧場 有球迷在場邊高喊不要打假球 聯盟第一時間發出了公告 強調會針對這名觀眾來提告 而會長蔡其昌也發文說 會將他列為黑名單永久不得進場 也說花錢不代表你就是老大 不然啦 苗栗拱天公白沙豚媽祖 徒步北港淨香 9.1萬名的信眾報名跟隨 但淨香期間卻出現有 以假亂真的盜版粉磚 發表籌劃白沙豚媽祖的言論 只指淨香是為了騙取信眾香油錢 拱天公氣的跳腳出面 博之不實的指控 認為假扮的粉磚 以及嚴重傷害媽祖的形象 決定向警方提告 好 感谢观看